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尊崇他 耶和华是战士 他的名是耶和华 法老的车辆 军兵 耶和华已抛在海中 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 深水淹没他们 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 耶和华呀 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 耶和华呀 你的右手摔碎仇敌 你大发威严 推翻那些气来攻击你的 你发出烈怒如火 烧灭它们 像烧碎街一样 你发鼻中的气 水便聚起成堆 大水直立如垒 海中的深水凝结 仇敌说 我要追赶 我要追上 我要分卤物 我要在他们身上衬我的心愿 我要拔出刀来 亲手杀灭它们 你叫风一吹 海就把他们淹没 他们如鲜沉在大水之中 耶和华呀 众神之中谁能像你 谁能像你 至圣至荣 可颂可畏 施行骑士 你伸出右手 地便吞灭它们 你凭慈爱 领了你所赎的百姓 你凭能力 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 外邦人听见就发颤 疼痛 抓住非利式的居民 那时 以东的族长金黄 磨牙的英雄被战惊抓住 迦南的居民 心都消化了 惊骇恐惧临到他们 耶和华呀 因你绑毙的大能 他们如石头 济燃不动 等候你的百姓过去 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 栽于你产业的山上 耶和华呀 就是你为自己 所造的住处 主啊 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 耶和华必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法老的马匹 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 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 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 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 手里拿着鼓 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 米利安应声说 你们要歌颂耶和华 因她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地投在海中 当以色列民过完红海之后 摩西写了一首赞美诗 这首赞美诗的一些内容 也经常被今天的教会常常引用 例如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是我的拯救 耶和华众神之中 谁能向你 至圣之荣 可颂可畏 在古代战争结束以后 圣力方他们会对他们的君王 或者是将领 歌功颂德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 摩西所写的诗歌 与米利安所写的诗歌 完全没有对任何人的颂赞 都是直接指向了耶和华 因为他就是君王 这也是对上一章当中 上帝如何把他们从困境中 拯救出来的感恩诗歌 并且他们也经过这次事件以后 对神的大能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看到上帝是如何的拯救他们 他们整个过程都看在眼中 在这里摩西用各种形容的词汇 不同的角度去形容上帝的伟大 也把上帝如何的拯救 用很形象的一些词语 阐述出来 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 摩西说到上帝把埃及人的骑兵 完全的歼灭 的确埃及的军队有很精锐的装备 他们有骑兵团 骑兵团是很有战斗能力的 在古代的战争当中 骑兵他们都是油马 并且他们的兵器也非常的先进 从客观条件上来说 以色列民这次一定是失败的 但是由于上帝的参与 让整个处境发生了变化 最后导致他们的骑兵团 完全的被歼灭 三到十二节当中 又再次的描述上帝把法老的车辆 军兵 军长 都沉在海中 上一章当中我们提到了 法老特选的有六百辆铁车 除了这六百辆铁车 还有别的种类的战车 难怪以色列民在那种情形当中 非常的害怕 并且向上帝埋怨 如果是我们当时在场 恐怕也很难安静下来 我们常常会谈 以色列民是如何的埋怨神 但事实上 如果我们在那种环境当中 恐怕我们还不如以色列民 但是最终结果 我们看到上帝把法老最精锐的部队 包括他的铁车 包括他的战车 包括法老的所有的步兵 都像石头一样 坠在海里 甚至包括法老的军长 也投在了海里 整个将领也失败了 我们看到 这一切过程都是描述 神是如何的为以色列民征战 并在经文当中也说到 伊克华是我们的战士 十三节到十八节当中 对这次事件 摩西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总结 他说这是上帝的慈爱与怜悯 的确是上帝特别的恩典 因为以色列民一直在埋怨 但是上帝还是拯救他们 并没有按照他们所行的来待他们 上帝特别的拣选与特别的爱 他凭自己的慈爱 领他所属的百姓 上帝也让以色列民 成为了整个周围国家的见证 菲律士的居民以东摩亚加南地 所有的人心都消化了 上帝要向万国充分的彰显他的荣耀 因为在那个时代 埃及属于一个很大的帝国 就是所有的国家当中的军事力量 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却在这次战争当中全军覆没 上帝也是鼓励以色列民 有充满信心 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军队 神都已经帮助他们得胜了 更何况 接下来要面对的加南的军队 包括路上所遇到的那些小的战争 这一切又算什么呢 神给他们上了一个精彩的一课 鼓励他们的信心 鼓励他们的成长 透过摩西所写的这首诗歌 让我们看到 神是我们的拯救 虽然我们遇到的困难 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虽然我们经历非常多的艰难 但是上帝却是我们的拯救 是我们的战士 上帝亲自为你我征战 虽然我们埋怨 但上帝依然以他的慈爱双手 来牵引着我们 并且透过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 彰显出神的大能 使周围的列国 使周围的人都心都消化 并且谦卑在神的面前 鼓励姐妹也是透过这首诗歌 让我们看到 神是如何的得胜 神是如何的拯救 以色列民 同样今天神依然 实行他的拯救 他要拯救我们 脱离我们现在的处境 脱离我们现在的困境 神曾经已经把我们 从最大的困难当中 已经拯救出来了 在我们人生的未来的路上 所面对的那些小小的困难 又算什么呢 我们所以为的 天塌下来的事 在神的手中 都是小事 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在这个时刻当中 我们一起来安静 祷告 等候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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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